有一个导师说你坚持多睡觉 要睡足十小时 你知道这个东西在网上嗨翻了 网友都说睡足十小时 第一个好奢侈 以他这个年纪 我跟你讲在台湾不太可能 你知道台湾对不对 浅修最知道 是不是 小孩那个睡八个小时就不错了 身体压力实在是太重了 一定要睡足十个小时 然后另外网友说 我们就算睡十个小时 也成不了谷爱玲 有志气点好不好 第二个是学习 第三个是玩 这个是不是玩很重要 玩列为教养心得的三大秘诀之一 那谷爱玲红了之后 你看看大家多会抢 把他的名字注册商标 二十九笔资料中 有十一个人是同一天升起 还有他有多红呢 腾讯帮他做了一个纪录片 现在这个片子的播放量 高达五千四百八十四万次 总互动一千一百万米 全网收割了八十五个热搜 你就知道红到什么样的程度 另外我跟大家讲 谷爱玲还自曝 他说他每天要睡足十个小时 另外他很不喜欢叠棉被 他说妈妈老师骂他 说你这样很邋遢 他说我晚上还要再睡 我为什么要跌 有没有点感觉 我问你 那你跌不跌呢 如果你每天跌请你加一 如果你也不跌请你减一好不好 我来有趣 反正今天星期五 大家轻松一下 你喜不喜欢叠棉被呢 我爆料一下 我有时候也不太喜欢叠棉被 还是要抖一下 你知道那想法一模一样吗 觉得晚上还要再睡啊 对不对 或是礼拜六 礼拜天 我下午要睡个午下午 干嘛叠棉被 杨敏你叠棉被吗 我们小时候会强力要求 现在 因为我爸爸是军人 豆腐干 对我们真的有学过 真的啊 真的有学过 所以后来我去那个 成功领的时候 我还蛮擅长的 那请问现在你跌吗 现在 现在就是这样 摊开来 然后把它对折 让它通气 前秋叠棉被吗 我会铺 把它铺 因为看得比较舒服嘛 大千你呢 偶尔跌 如果要跌的话 还是别人帮你跌 直接把它铺平 那老师你跌棉被吗 铺一下 我觉得起床一定要抖一下 因为让我们的水汽 闪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防止 那个尘埋 对就是为了健康 不过我觉得 睡足十个小时 这个我很坚持 我的小朋友也都是 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他们都是睡足十小时 小学还可能 但是到了小六以后 真的不太可能 我很坚持 你很坚持 然后他们一直到国中 也都睡足十小时 真的啊 八点半九点就睡 那很幸福耶 好棒哦 不因为你让孩子能够 八点半九点睡的话 他睡很饱 他学习效果比较好 好厉害哦 学习不要长 学习是要效果很短就会